过去24个小时,我国新增确诊病例150宗 目前累计确诊病例3483宗 至于死亡人数再增加4人 总死亡人数上升到57人 卫生总监诺西山指出 之前两天,我国每天都出现超过200宗新增病例 至于4名逝世的患者,年龄届于54到57岁 他也重申,政府是否延长行动管制令 必须等到4月10号研究数据再决定 另外,当局已经筛检了12000名大城堡讲道会的出席者 同时将近有大约3000人正在国外 对于警方表示,鉴定了包括宣道会出席者在内的4万人传播链 诺西山解释,这是因为当中包括感染源头的接触者 也就是疑似案例,所以数目才会如此庞大